回顾2021挑战与收获同在 这一年在严峻疫情和经济下滑的环境下 多资处稳中求新 向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成长 这一年我们顺应趋势不断超越 多资处总部大楼正式挂牌 八大服务中心上线 为客户提供更精准的服务 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共享办公空间 Local Space也正式运营 我们使用最尖端的客户管理系统Salesforce 作为更好的连接客户的桥梁 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 这一年我们把握趋势 探索创新 布局移动端直播 从探索到成熟 线上服务更便利 线下服务更优质 这一年我们拥抱趋势 优化服务 我们助力企业家享受政府福利 解决资金困难 我们为雇主提供大量优质人才 为留学生提供世界500强名企实训机会 2021年5月 在加拿大移民大社新政期间 多资处全部客户成功递交申请 这一年我们为新老移民提供高薪职业培训 职场转型等大量机会 为创业者提供咨询 加盟等资源 让更多移民群众安居乐业 幸福加码 我们实干 担当 服务 创新 再次书写了多资处在2021年的篇章 多资处成立20年之际 站在新的节点 2022年 多创立方将作为多伦多最大的创业孵化和共享办公平台 全面开放 以分享 扶持 共赢 为理念 一站式立体化地解决基本办公 国际人才交流的需求 为企业孵化项目落地 提供空间和平台 为创业之路保驾铺航 2022年 新的征程即将开启 多资处全体员工将与您携手前行 共同成长 各位屏幕面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多资处的顾问Claire 那首先呢 我跟所有在看直播的朋友拜一个晚年 那今天呢 应该是大年的初四 也是历春的第一天 那就咱们华人 就咱们中国人而言 那一般春节 那往往代表的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开始 那今年呢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个万象更新 在历春的第一天 给您带来我们的多资处的直播讲座 那我身旁呢 也坐着一个新的嘉宾 来自我们多资处集团的税务老师Sofia 对 那感谢Sofia的到场 嗨 大家好 我是Sofia 祝大家新年好 对 那今天的Sofia老师到场呢 也就代表着我们也会跟大家 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税务 尤其是马上的 报税季要来了 我们知道大家可能会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那今天Sofia来到场 也会给您一一的解答 我们都说哈 一年之际在于春 那由于尤其是在这个春节 万象更新的时刻 一个好的开始 一个好的规划 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那从去年2021年 这个很多朋友都是有目共睹了 是一个移民的大年 但其实呢 可能您有所不知 2022年的移民的配额 将有可能达到历史的最新高 43万 这也就代表着 今年呢 对于很多想要移民 考虑移民加拿大的朋友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也是一个移民的大年 那最新的入境的政策 包括最新的一些移民局的相关的信息 您到底了不了解 那如果还不清楚 那千万要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讲座了 那除此之外呢 加拿大不光是一个移民国家 它也是一个万税之国 也是一个福利大国 那尤其是在疫情下 大家开源节流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 那您清不清楚 怎样可以增加收入 怎样可以节约税收呢 那这样子 你开源节流这样子 不光是增加收入了 还节约税收了 才能够真正的做到一个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呢 今天趁着这个万象之春的好日子 趁着这个春节的这个时间 我们来给大家好好的盘点一下 最新的方方面面的最新的资讯 包括我刚才讲的移民局的最新的消息 还有税务季马上也到了 报税的一些细节 如何省税 如何拿到最高的退税 您到底清不清楚 而且现在很多呢 因为疫情影响 有的人还是在领福利 包括有些企业也还在领福利 那您了不了解最新的 针对个人和针对企业的一些福利的相关的资讯 那如果您现在对于我刚才说的这些 还不太清楚的话 那千万要好好的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讲座了 那在直播的最后呢 我们也会给所有想要创业 考虑创业的朋友 跟您聊一个我们多之处新推出的 非常非常好的企划 能够帮助您 帮助您的创业想法 真正的落实 真正的做到低风险 低成本的有效创业 那如果您对于刚才我说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那欢迎你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下方进行留言互动 那如果大家有一些比较针对性的问题呢 我们也非常的欢迎您随时在直播过程中联系我们的客服 那在直播的结束 我们也会给您进行一个一对一的答疑的解答 那也请麻烦请导播这边呢 可以放一下我们的官方的视频号和我们的二维码 因为呢很多的朋友 人是并不在多伦多的 大家不知道最新的关于加拿大的政策 最新的关于多伦多的这个消息 所以非常的建议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平台 我们的视频号平台 每天花不需要两分钟的时间 就能带你了解最新最及时的所有的加拿大的资讯 那我们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直播内容啊 那今天的直播的第一部分 第一个part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最新 最最新的一些关于移民局的入境的消息 和一些新的政策哈 那可能很多的朋友 不管是在国内的一些社交媒体 还是在这边的一些微博呀 这边的这个视频号啊 都有看到一些新的消息 那我今天来给大家总会的讲一讲 那首先呢 2022年的最新的入境消息是什么 那就是首先所有的入境的豁免都已经失效了 豁免失效代表的是什么 那原先可能有些朋友没有打疫苗 但想要来到加拿大 那他如果有豁免信或一些解释信呢 是有机会可以过来的 但现在呢所有的人如果想要来到加拿大这边 那必须一定要有注册的疫苗 那也就是说所有的旅客只要是来到加拿大 你必须是疫苗的完全的这个接种者 那当然咱们国内的现在的疫苗呢 加拿大这边也都是认可的了 所以如果您考虑过来 那一定要记得在过来之前 至少14天之前打完所有的疫苗 如果是没有的话呢 您就算有豁免信 就算有解释说明也不可以入境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 那我今天呢也给大家总为了一下 现在的入境的一些可能您会忘掉的注意的事项 那大家也可以格外的留意一下了 那第一条就是呢 只要是5岁以上的所有的这些旅客 你必须要在登机前的72个小时内 做核酸的检测报告 并且呢要在登机的72小时之内呢 把你的中英文的疫苗接种的证明 上传到Arrive Canada 这个入境加拿大的APP里面 所以如果有的朋友近期考虑 要入境加拿大的话呢 你一定不要忘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两步 那第三点呢 就是在整个的旅途过程中呢 您是必须要随身携带的电子版 或纸质版的疫苗的接种证明 一定要全程随时携带的 如果你不能够提供出疫苗的证明 或者并没有有效的检测的结果 那么航空公司都是有理由直接拒绝您登机的 所以关于我以上说的这个四点呢 希望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或者近期考虑入境加拿大的朋友 千万千万不要忘记 那如果呢 您这边想要了解更为详细的入境的流程 或者是一些注意事项 包括我刚才说的 如何在Arrive Canada上面上传中英文的 这个疫苗的接种证明呢 那都欢迎您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客服 我们有做了一个完整的 很详细的入境说明 相信可以帮助到所有想要过来 想要入境加拿大的朋友 那千万要注意这些点了 要不然可能如果某些地方你坐的不到位 甚至是会有被聚集的风险 所以如果呢 大家想要了解 那欢迎您随时的联系我们这边 那除此之外 除了这个最新的入境的政策呢 我也想跟大家聊聊 第二个 最近大家讨论的非常多的一个移民局的新的政策 就是AI的人工的智能的审理了 很多的朋友都有看到这条消息 包括我最近呢 也收到很多的我们的客人 包括一些咨询的人来的私信 来问一问这个消息 是怎么一个情况 什么时候开始 是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那当然这个AI开始审理签证呢 这是一个正确的真实的官方的信息 从1月24日起 那所有加拿大境外提交的签证 都将由AI来帮助签证官 进行一个整理分类和处理 那当然最终的审理的结果呢 那肯定还是会由签证官来做出的 但是AI会做前期的很多的工作 那好多人说了 那AI现在这个简理 这个AI是通过AI来检查 通过AI来分类 那是不是审理一定会更松啊 更快啊 更简单呢 那其实呢 我记得这个直播的时间 也跟所有认为 现在签证变为AI这个审理 会更简单的朋友说一下 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您的这些猜测 其实不然 为什么这么说 那现在呢 换为了AI审理 换为了电脑 换为了人工智能来做 那也就意味着 更加的标准化了 更加的严格了 那如果某一些材料 如果某一些准备 您做的不好 有可能直接在AI这一关 就被已经给他重点的标记到了 那这样子呢 等AI交到给这个签证官的一个的时候呢 那有可能您的这个就会被拒签了 那举个例子 很多人觉得办理签证并没有那么难 那就以办理学签 我们来举例 你需要准备非常多大量的资料 像是你的学历 像是你的雅思证明 像是你的资金证明 你的工作经验 等等等等 在每一个环节 如果您出了问题 可能都会被AI给标记住 后面产生一个很不好的结果 那尤其是可能原来有的朋友 您这边是自己有过申请被拒签的情况 那更是要格外的注意了 如果您有过拒签的这个历史的话呢 那AI一定是会格外的关注您的档案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也跟所有想要这个办理各类签证 到加拿大的朋友来说呢 现在千万不要 认为AI审理会变得更简单 相反AI一定会让流程更规范 一定会对检查 会对你的这个资料的要求更为严格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也建议也欢迎 想要入境加拿大的朋友呢 可以来联系我们这边 我们有专业的老师 来帮你去做所有的材料 能确保您的材料 在AI这边 一定是非常非常顺利通过的 那么材料准备了齐全 再加上AI的加速的审理 相信您拿到签证的速度 在我们的帮助下面 也一定是会越来越快的 尤其是自原来有过拒签的朋友 我们真的是建议 在现在是采用AI这个审理的过程中呢 千万不要再自己随意的尝试了 不要再试错了 要不然后面呢 您一定是会比较的难办了 那在此呢 也欢迎所有的朋友 任何不管是想要留学的 想要工作的朋友 如果您涉及到在境外办理签证呢 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一个免费的咨询 我们来帮您看一看您的情况 有哪些材料上面 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老专业的老师帮助下 相信咱们通过AI智能审理 一定会更快更好 那除了我刚才说的入境的政策 AI智能审理的政策呢 那还有一个最新的移民局的一个消息 也不得不跟大家好好地谈一谈 其实这个消息呢 也是最近朋友讨论最多的 也有很多人觉得很惶恐 很紧张的一个消息 那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人听说了 意义是要暂停邀请 那就算今年的后半年 有可能重新的开启 那分数也会一个暴涨 那首先呢 这个消息是怎么来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是一月底的时候 一个官方的一个这个推特的账号 有一条内部的备忘录的文件公布了 那好多人其实私下在问我们 这个是不是真实的 是不是一个 真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呢 那我们会认为这条消息的可靠性 还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都知道 从上一次CEC加拿大经验类移民 已经是9月14号了 那到现在我们算一算 马上都快五个月了 那小半年 这个针对境内的经验类的移民 根本是没有开放的 那除此之外呢 FSW我们都知道是针对境外的 经验类的人士的 这个移民呢 也从2021年 一整年到现在 已经一年多了 都没有开放任何的一次邀请 那所以这条内部的 备忘录文件的公开呢 让好多的朋友非常的紧张 其实这个内容 其实这个公开的文件呢 已经写明了 现在这么长时间 停邀的一个原因 主要就是它审理速度的延误造成的 那由于去年有新政 去年有降分 那很多的案件的积压呢 导致移民局在现在 已经收到的案件 可能都已经达到了 2022年的一个移民的配额了 所以它前半年移民的暂停呢 是一个很大的可能 那在此呢 我也跟所有想要这个 想要就考虑 今年呢要通过CEC的移民的伙伴呢 跟大家说一定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准备 那就算是后半年 它以一个比较为温和的形式 重新开放了的话呢 那么分数我们这边 一个预测和一个估计呢 有可能甚至是会高于500分 那500分这个分数 真的是不是所有的人 能够达到的一个分数的 我们知道 如果是本科毕业的学生 工作满一年 你的雅思能够听说读写 考到8777 你的分数是462分 所以就算您的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有可能都不能够达到 下一次它抽取的标准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 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 尤其是分数有些不够 或者是考虑今年想要移民的朋友 那现在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方法呢 那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了 那很多朋友都知道 分数呢 你可以通过像是你的工作经验的累积 像是你的雅思成绩变高而加分 但其实除此之外 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觉得 考雅思高个0.5分 高个1分真的是挺难的 但如果你的雅思真的考不出来 也会有一些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的推荐几个 我们这边 我这边认为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适合你的方案 那想要加分 我们之前的讲座呢 也跟大家提过有两个特别好的方法 那第一个呢 就是通过LMIA Limia劳工批文 来获得一个审批之后呢 可以加到50分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双学历 那双学历呢 好多的朋友也是有一个误区的 好那今天呢 我也趁着直播的时候 跟您聊一聊 有不少的朋友在这边 有不少的朋友呢 有私信问我说 我在大学的期间呢 读了两个major 我读了两个专业 那这种情况 我算双学历吗 其实不是的 双学历的理解是 你必须要有两个毕业的证书 举个例子 如果你在上大学 但你平时也在私下的时间 有一个专科的证书 你有一个degree 加上一个diploma 或者说你在国内 你有一个本科的学历 你在这边呢 又读了一个专科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您算是双学历 否则 如果你是在本科的 读了两个major 读了两个专业 你只有一个毕业证书的话呢 它其实不算双学历的 那为什么我说 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您的分数不够 雅思不够 就读双学历 或者是考虑办理 Limia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的加分 加的是很高的 那双学历的就读 尤其是现在在疫情下面 真的是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它 首先很多的课程时间很短 而且是全程的网课 而且是part time读书 所以很多的朋友 来我这边 听取一些建议 担心雅思考不到呢 我就会建议他 考虑去就读双学历 那他可以在上学的同时 去读书 或者是在工作了以后 利用课余的时间 利用一些闲暇的时间 去读 都是可行的 你花不需要一年的时间 你就可以拿到 另外一个文凭 顺顺利的 马上加上这个32分 所以现在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下 尤其是 你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全程上网课 可以part time 去就读的时刻呢 如果大家担心分数不够 千万不要犹豫了 提前做好规划 来找我们这边 帮你看看你适不适合 那Limia呢 是一个劳工部的批文 那所有在工作的过程中的朋友 只要是你的雇主的资质符合 只要是他配合 那么你都是有机会通过Limia 这个劳工批文 拿到一个50分 至少50分的加分了 那如果有的朋友 有对这个项目有过了解 但是认为 他的雇主方面的资质 或者是雇主的配合呢 比较的难 但又有希望 可以加上这个分数呢 那我们也非常的建议 你可以赶紧添加 我们客服的二维码 我们来帮你进行一个评估 因为了解我们多资处的朋友 知道了 我们这个在整个的 多伦多地区或大多地区 大多以外地区呢 都有非常多的雇主资源 我们相信 如果您的这边的雇主资质呢 不能够帮你加到分数 来联系到我们这边 我们帮你重新做一个 非常好的职业规划 都是有机会 能够快速的 加上这个50分的 那甚至是 如果有的朋友 真的是觉得雅思太难了 真的是觉得自己 这个就算加上一个 32分的双学历的分数 都不够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建议你 两个项目一起考虑 在办理利密亚的同时呢 也可以利用闲鱼的时间 去就读双学历 那么您有机会 可以再加上35分的同时 再加上50分 那一下子加上85分 那我相信 对于你后面的移民 一定是会带来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 那另外的一个建议呢 那就是跟所有 想要这个办理移民的朋友说 那现在CEC的情况 是一个暂停 那未来它重新开放的 也一定是非常高的分数 如果你个人的分数 真的比较低 可能400出头 或者甚至是300多分的话 你加上双学历 加上利密亚的分数都不够 那么真的是要赶紧赶紧 现在考虑考虑 要不要换一个移民的赛道了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大家进入到 一一的池子里 你是跟所有的人在一起PK 那么如果你的分数达不到 你加分都做不到的话 你在里面也很难会被抽中 那这样子的话 还不如考虑走一些非常好的 省提名的项目 像是如果有的朋友 是这边研究生毕业的 那可以考虑这个 安省的这个研究生的 省提名项目 那如果有的人呢 学历相对来说低一点 是一些专科学员毕业的 或者是一些本科学员毕业的 语言上面有一些 有一些劣势 那不妨可以考虑这个 安省的省提名国际留学生类别 那很多的朋友呢 可能对于省提名 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今天在这个 直播的过程中时间有限 我也没办法 非常详细的跟大家 讨论这几个非常好的 其他的方案 但是也非常的欢迎 你可以私信我 然后我们的客服呢 会在 会跟您取得一个联系 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评估 那安省的省提名 国际留学生类别呢 尤其是对于一些专科毕业 对于一些语言 不是非常占优势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好的机会 在上一次的抽取过程中呢 分数已经是又下降到了59分 那这个分数呢 对于很多的学生而言 都是比较轻松 比较容易可以达到的分数的 那么你通过这个赛道 通过安省的这个省提名的项目 那有可能在下次抽取的时候 就顺利的被抽走了 那么也不需要经过这个 这个CEC 经过意义池子里的这个PK 那么你成功办理移民的几率 一定会大幅增高 所以呢我希望刚才我说的 这几个解决的方法 对您而言是有帮助的 是有好处的 那当然每一个人的情况呢 是有差异的 你的语言的一些差异 你过去工作经验的差异 你学历的差异 等等等等 都会造成你分数的不同 都会可能你更倾向 更倾向于另外的一个政策 所以如果您的情况呢 比较的特别 或者是如果您要希望做一个 比较完全全面的一个评估 那也欢迎你 一定要来联系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根据您的实际的情况 给到给到您一些好的建议 帮你看一看 现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提前准备什么 那么所有的机会 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如果你现在还在拖着 现在还不动起来 那么机会真的出现 好的机会真的来的时候 您抓不住 确实是太可惜了 那对于刚才我说的 这几个移民的新的政策 移民的一些新的消息呢 如果大家听的 还是稍微有些不明白 云里雾里的话呢 那也不用担心 我们会到时候私下 再给您进行一个 非常详细的讲解的 对 那我这边跟大家聊了移民之后呢 那我聊一个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 也是非常多人 最近一直在讨论的 那就是报税季已经开始了 Sofia这边我想问一下你 那是不是我听说 好像从2月21号 就可以开始进行一个报税了 对吗 是的 对 那现在的时间呢 那我们来算一算 其实也很快了 那没有一两周 这个报税就已经陆续的开始了 所以如果现在还对于税务不了解 对于税务还有误区的朋友 那好好的要看下去 Sofia跟我们讲的 待会的一些的这个事项了 那首先呢 Sofia能不能麻烦请你跟大家 跟我们多资处直播间的朋友先聊一聊 有没有2022年哪些一些最新的针对税务的政策 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好的 首先呢 那个主要的政策有三大变化 第一个呢是基本的免税额 从2020年的最高13200多提高至2021年13800多 这增加了差不多600加币 第二个呢是针对个人收入在3万到38500 和家庭收入在6万到68500之间的低收入 个人或者家庭给予新的税务福利 最高可以达到850加币 第三个呢就是在托儿费用方面 那么除了免税额呢 现金退税也将比往年可能增加20% 当然还有一些小的细微的最新政策变化 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那听起来呢 这些报税的最新的政策呢 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那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 你都可以有机会通过这些最新的政策 而使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受益 所以如果您觉得刚才你是符合Sofia说的 这些最新的政策里面的呢 那一定要留意起来 拿到身边自己所有的一个权益 那我这边呢也想趁着这个机会呢 请Sofia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我们在跟客人沟通 帮很多的朋友报税的过程中 常遇到的一些报税的误区 像是可能有的人认为 我现在在上学 我现在没有工作 我现在没有收入 那是不是我就不需要报税 那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来着 那接下来呢 我把时间交给Sofia 那请她来给大家聊一聊 那常见的一些报税误区是什么 好的 我们想说呢 其实真的存在一些报税误区 很多人呢老是来问我们一些问题 今天呢我就在这边讲一讲 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 他没有收到相关的单据 然后呢他就不报税 比如说像银行或者投资公司的T3啊 T5啊或者T5008表格之类的 那么可能会邮里邮寄的延误或者遗失呢 他们就不报税了 但是呢事实上税局是关联的 他可以看到的 如果你不报税的话 那他会找你的 第二个呢就是领取相关的补助 不报税 比如说月勤补助T4表格呀 和事业补助T4E表格呀 其实不管你有没有收到表格 都需要报税的 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自雇人员 他们呢公司是不发T4E表格的 他们认为这我可以不报税呀 但是事实上不是的 像Uber送快递呀 这些工作的话 他们是没有T4E表格的 但是呢他们可以在平台上面去下载 Summary表格到时候可以用来报税 第四个呢就是 由于月勤的原因 很多留学生回国 他们在国内上网课 在加拿大居住的时间呢 不足183天 他们认为啊 我没有住满183天 我可以不作税务居民 我就不用报税了 事实上呢 你没有住在加拿大 你可能不能申领福利 但是呢你的学费 可以抵免你未来的收入 如果不报的话 这是一别很大的损失 同时呢常规的报税 对未来移民也是很有帮助的 昨天我们就收到一个客人 他来找我们非常急 因为移民局要求 他在2月9号之前 补那个2020年的NOA材料 这是一个报税的话 移民局会发给你一个评估表的 但是呢他2020年忘记报税了 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急来找我们 说我们有没有办法 其实这时候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因为税局的话 现在所有的报税表格都在更新 要从2月21号才能够正式报税 如果说用纸质报税的话 那个邮寄的时间 审理的时间都是十几周的 那这个事情的话是真的很糟糕的 也不知道这个客户最后会怎么处理 第五个的话就是一个海外收入 很多人海外收入呢他不申报 但是呢他却有定期的资金转入 这个时候呢税局可能会关注他们 因为这笔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你怎么会有这笔资金的呢 所以移民局会税局会查得很严 对非常谢谢Sofia这些分享 那很多大家想不到的一些的误区 都有可能让你造成类似于说要补税 甚至是少拿退税的情况 那就像刚才Sofia给大家分享的 一个真实的案例 很多的时候你等问这个情况 真正发生了再去补救 真的是难了很多 那一定是建议大家在能够允许的情况下 尽早的开始准备材料 尽早的开始来找我们来进行一个报税 那把所有的问题提前的解决了 那后面也一定会相对来说 比较的顺的 那在这里呢 我也提醒所有的朋友 那就算您是没有一个收入的状态 就算你是学生 你也应该去报税 拿得自己的权益 因为我知道这边 就算每年呢 是有一些的这个消费税可以退的 对吧Sofia 对那如果呢 说你这个当年没有报税 那你可能就损失了这几百刀的 免费赠给你的消费税 那确实是比较可惜了 那不管你是属于 你现在属于什么状态 您是一个学生 是在刚刚工作 还是说新移民 老移民 那一定要了解税务的信息 尤其是加拿大这个万税之国 那税务上面 省下来的钱 可从来都不是小钱的 对吧 那今天呢 我知道Sofia也很 非常nice的 也非常好的给大家总结了一些 您可能不知道的 对你非常有好处的 一些免税额 那可能很多的朋友并不了解 待会Sofia说的这些地方 也是可以免税的 其实能给大家也省下来 不少的钱 那我也把时间交给Sofia 能不能和大家聊一聊 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意识到的 不清楚的一些免税额呢 好的 首先呢 就是说有一些客户 我知道他们会用贷款的方式来投资 比如说购买资金啊 股票啊 但是呢 他们可能不知道 这些贷款时候产生的利息 其实是可以用来抵扣利得收入来进行报税的 第二个就是在投资的亏选方面 有的人认为啊 我今年没有收入只亏了 那我可以不报了 事实上呢 投资亏选是可以用来抵扣以前或者未来的收益的 而且是可以无限期节准的哟 第三个的话就是在房产卖出钱那些装修升级啊 以及第三方的交易费啊 一些经济的费用啊 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费用进行减免的 第四个呢 就是专业技能培训 这个他们是不发TR202A表的 但是呢 只要是正规的注册培训机构 凭学校的收据以及相关的证明的话 我们可以用来抵扣相关的职业收入的 第五个的话就是 一个搬家的免税额 其实很多人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 如果您是因为工作或者学习搬家 那么原来离开原来的居住地达到40公里以上的话 那么相关的餐饮费啊 运费啊 或者卖房的费用啊 都可以作为费用进行减免支出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要保留好相关的那个单据 第六个的话就是 家里如果有不上托班的未成年的子女 他们呢 要参加夏令营啊 冬令营啊 这时候就请人照看孩子 那么这一部分的费用的话 其实有时候也是可以用来减免的 对 那刚才Sofia呢 跟您分享的 可能都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 可以减免的一些免税额 那当然可能还会有一些更为详细的 比较特别的情况呢 我们就不在直播中一一赘述了 那如果您想要了解 根据您的家庭的情况 有哪些免税额 你可能还有忽略的了 那千万要来联系我们这边 我们会到时候 直播结束之后呢 可以安排您和我们的税务老师 给您进行一个税务规划 看一看怎样子 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那除此之外呢 我知道其实在上次的 两周之前的我们的一个直播中呢 我跟Lucas这边 也跟大家也聊一聊过 一些税务的相关的信息 包括是像是一些非常好的 可以贷款做投资的机会 包括是家庭内呢 可以互相的利用的一些 免税的工具 我知道今天Sofia呢 也借着直播的机会呢 跟大家稍微拓展的 也聊一下关于家庭的一些的 这个严税的工具 那可能很多的朋友并不知道 家庭成员之间呢 甚至有机会 可以免税额互转 那么能不能请Sofia呢 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的 首先呢 这是一个个人基本减免额 这个是可以相互转的 那么 比如说低收入的家庭配额之间 因为我没有收入 但是我的爱人 他是有收入的 但是我这个时候 我的基本减免额 就可以给我的爱人 用来抵免那个税费 第二个呢 就是单亲父母 他的孩子 其实是有 基本免税额的 其实孩子呢 是用不上的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孩子的 基本免税额 用于父母 第二个呢 就是那个 成年子女 当年的学费 他是可以转给他的父母 每年呢 可以转5000价比的 同时配额之间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当年的学费 可以互转的 转5000价比 第三个呢 就是一个 RSP和RESP 退休金 以及那个教育基金 这一块 那么 他是可以用来延税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教育基金呢 甚至是可以作为免税的工具的 这是因为 当成年的子女 他从丈夫取出钱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没有收入的 如果他取出来 他作为收入 他只够基本的减免额 这个时候 他可以一费钱不用付的 对 非常谢谢Sofia的这些分享 尤其是刚才Sofia提到的 这几个非常好的 延税的工具 其实之前呢 在我们的直播过程中 有跟大家浅浅的聊了 聊过这些 这些免税工具 尤其是RSP 那RSP呢 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 延税的一个工具 如果您是高收入家庭 您的现在的 你今年的这个配额 还没有买够 那千万要留意了 因为RSP是到2月底 就正式的到期了 那我们看一看时间呢 也是很赶了 如果您不想交高额的税务 如果你希望能够通过RSP 不仅帮您省税了 还能够通过RSP 进行一个非常好的 高收益的投资 那一定要尽快的 开始准备起来 时间很有限 但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 我们会马上的 帮你去安排 专业的这个金融老师 税务老师帮你进行一个量身定制 适合您家庭的规划 争取能够帮你减到最多的税 然后拿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收益 那如果还不清楚 如何利用好 这个免税额 如何利用好 延税工具 那你真的应该格外的注意了 那除此之外呢 那我们最近也经常的 包括每年的报税季 其实我们都会碰到一些客人呢 跟我们反馈说 有收到税务局 说要求审查一些某些东西 要求提供某些材料 所以今天呢 在这个报税季即将来临的时刻 我也请Sofia呢 给大家提前的准备了一下 个税经常会被审查的一些科目 正好在你还没有开始报税之前 大家可以尽可能的 先把这些都准备好 避免未来有什么情况的发生 那么Sofia呢 能不能请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在个税中经常被审查的 有没有哪些一定要注意的点呢 好的 首先呢 就是海外收入 这个海外收入的话 税局还是比较关注的 所以说到时候 你应该收好相关的单据 被查 第二个就是在海外交纳的 那个税款 因为如果你在海外 交纳了税款的话 在加拿大这一边 它是可以记录 你已经交纳的费用的 所以说呢 它会关注检查 第三个就是大学的费用 很多人就说 我大学是交费用了呀 但是呢 很多人他报的 并不是TR202A表上的金额 他可能只报了总的金额 事实上有很大的一部分费用 他是不纳入TR202A表格的 这个时候呢 税局就会审查 第三个就是支付的地税和租金 这一些呢 也是税局关注的一个点 第五个方面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 落报的一些T3啊 T5啊 或者T5008表 这一块呢 他也会找你进行调整的 第六个方面呢 就是借钱投资 所支付的利息 就是我刚才说的 借贷款 用来投资股票基金 那么这一部分利息的话 它是可以抵扣收入的 那么税局呢 也会关注 第七个就是 你的房产进行出售了 然后呢 你做了亏选 这一块呢 大家也要注意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在报税之前呢 就把这些单据全部售好 然后呢 最少保持六年 那么税局经常要查的呢 是在三年之内 但是它可以延续到六年 所以大家请把这些单据呢 都整理好 然后保存好 等待税局 万一它来单字了 你就可以 哎 我很从容的应对审查 对 那很多的时候 提前准备好 就像Sofia说的 你提前的咨询的 专业的人士 你就后面 就算是真的 被这个税务局进行检查呢 你也是非常从容的 可以顺利的 这个度过这个 它的一个检查 能够确保自己的权益 没有受到这个损失 那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说了 2月21号 这是一个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比较重要的时间点 因为从今天 这天开始呢 是一直延到5月份 是吧 报税季 对 5月1号凌晨 5月1号的凌晨 从2月21号 到5月1号的凌晨 是今年的报税季 那所有的朋友呢 一定要在 5月1号之前 来完成这个报税 那好多的朋友呢 其实我们多资处 做报税也很多年了 那每年越来越多的朋友 来找到我们 他们也会推荐 更多的朋友 来找到我们 其实找我们 报税的优势 是蛮多的 那我知道 Sofia这边呢 每天也帮 非常多的 不管是留学生朋友 新移民朋友 进行个人的 或者是家庭的 一个报税 那您能不能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第一次 来找我们 报税的朋友 那我们的优势 在哪些地方 那我们的这个 对于来第一次 找我们 报税的朋友呢 我们做的哪些地方呢 是比较的 帮助到大家的 好的 首先呢 就是我们 是用电子报税的 大家都要知道 电子报税的话 我一旦填好表格 我就直接可以上传 税局收到以后呢 就可以将审理时间 速短至两周之内 一般的话 可能十天之内 就审理完成了 那个相对于 纸质报税的话 它的审理时间 在十到十二周 因为月勤的原因 它甚至时间会更长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有 专业的报税团队 有在白美 多年从事公司 和个人报税的 专业税务师 也有专职 个税十余年的 报税师 同时呢 我们还有 专业的理财规划 和福利申请部门 给予强大的 后盾支持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公益 服务于广大的 国际留学生 和工签的持有者 那在报税的方面的话 购税 可以与半价优惠 第四个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报税里 有一些客户呢 他是国际留学生 未来的话 他们可能会走向社会 寻求工作 那么我们公司的话 是可以协助 修改简历啊 工作推荐啊 同时的话 也会征送免费的 移民咨询服务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来找我们 对 很多呢 来找我们报税的朋友呢 可能来找我们报一次 那以后的每一年 都会来找我们报税 因为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做的 从来都不仅仅是 报税这一个点 那很多来找我们 报税的朋友 我们会帮他评估 他个人的情况 看看他的收入 是不是能够达到 父母担保移民的标准 看看他现在的情况 有没有买购 他应该 他应得的这些福利的账户 像是免税投资啊 像是RSP啊 像是RESP啊 那我们也会有 刚才像Sofia说的 非常强大的福利的部门 看一看以您的情况 尤其是一些 低收入家庭的情况 有没有一些更好的福利 你还没有拿到的 所以如果您这边呢 还没有开始报税 还在思考 去找谁来报税的时候呢 不妨可以联系我们 让我们先给您 做一个免费的评估 其实除了 刚才Sofia说的 这些的优势之外呢 我们的报税的价格 也是非常的实在 也是非常的合适的 那普遍来说呢 也会比外面的报税的机构 至少要便宜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我知道今天呢 对于所有看直播的朋友 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福利 那就是我们多资处的报税呢 有一个早鸟的价格 那Sofia能不能给大家 来聊一聊 讲一讲 对 我们目前呢 公司正在推行早鸟价优惠 那么截止日期呢 是到2月28号 那么大家的话 如果有一项 找我们公司进行报税的话 可以早点行动起来 早点联系我们 那么我们也可以早点为你准备档案 然后递交 对 那如果你是留学生朋友 或者是拿学生的朋友 那我们的价格低至20块钱 每一个人 那就算呢 您是这个新移民 那我们的价格呢 也是可以给到您40块钱 每个人 所以它的这个 真的是非常优惠的价格 我们做报税呢 更多的时候 其实不是只是为大家报税 也是想看一看 在其他的 在您生活 工作 移民 留学 方方面面的其他的地方 能不能够给到您一些更多的 更好的资讯 那报税呢 就是我们来认识您的一个好的途径了 那所以 所有的 所有的朋友 在这个报税季即将大来的时刻呢 非常欢迎 可以联系我们这边 让我们来给您进行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报税的服务 OK 那我这边呢 刚才呢 非常的谢谢Sofia 跟大家好好的聊了聊 关于现在税务的一些常见的误区 一些好的建议 一些税务的一些新政 那如果您对于税务呢 还不是很清楚 是个税务小白的话 那就可以 欢迎您千万来联系我们 大家来看一看 现在的情况 有什么方法 能让您省税 能让您拿到更多的福利 那接下来呢 说到这个福利的部门 部分 我也想跟您 分享分享 2022年度最新的一些 关于福利的 有没有一些新的消息 一些新的动态 那首先呢 我要跟大家聊一聊 针对个人的一些的福利的 利好的消息 那首先就是这个CWLB 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封锁福利 那其实最早呢 封锁福利的出台呢 是必须要整个的这个地区 完全的lock down 完全的封锁 才可以申请 但后面呢 它已经扩大了这个申请的范围 那很多现在在安省的小伙伴 在安省的朋友 可能你都有在申请了 现在的情况呢 是大部分的地区 是下降了50%的这个容量 那么就算不是完全的封锁 你也是有机会可以申请的 我们也帮助到非常多的朋友 有申请到这个福利 但有一点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这个针对于扩大后 可以的申请资格 也就是针对于我们 现在安省的情况呢 是仅适用于到今年的2月份的12号 那就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哈 那后面会不会还可以持续的申请 还是说后面呢 会这个申请的这个要求会有变化呢 那暂时还没有一个特别确切的消息 但是在2月12号之后 消息出台的第一时间 在我们多资处的平台 一定会同步给大家 所以如果您现在在领着CWLB 不确定未来过了2月份 还可不可以领取 那千万千万要来关注我们了 那我们的视频号 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呢 会每天把这些最及时的资讯 第一时间做好 同步的发出 所以如果个人福利朋友 现在你不清楚 未来能不能领取2月12号的时候呢 欢迎大家可以上个闹钟 到时候再来看一看 我们这边有没有消息 来同步给您哈 那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个人的一个福利的机会呢 也趁着这个机会分享给大家 就是安省的助学补助了 那安省的这个助学补助呢 在2022年已经正式的发了这个声明 它的金额呢 再次持续的增加 已经从原先的每周最高600多加币 已经上升到了最高每周可达830加币 那如果您有孩子的话呢 那每每一个孩子还可以额外的领取到400的加币 那所以如果您现在在考虑安省的助学计划呢 那此时此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 同时呢 安省助学计划 大家我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它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赠款 一部分是贷款 那就贷款 联邦贷款的部分呢 它的贷款也会免利息 直到2023年的3月31号 它又往后延期了很久 所以如果呢 您现在因为疫情 觉得原先的工作很难再干下去了 想学一些真正的好的技能 想开展一个新的事业呢 那不妨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安省的助学计划 那我们多资处这边呢 一向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团队 帮您进行一个家庭收入的评估 帮您计算一下 帮您看一下 我们能帮您拿到多少 最高的多少的一个金额 除此之外 我们不光能帮您申请到这个福利 我们还可以帮您看一看 哪些专业您感兴趣 那我们多资处这边呢 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网站 非常好的平台 把我们认为的一些好的课程 都很详细的给您介绍放进去了 所以如果您现在想要进行职业更换 想要拿着政府的钱 拿着福利金 去学一些非常好的专业呢 那也欢迎您在私下联系我们客服 我们可以把这个课程的一些相关的资料 发给您进行参考 那很多的时候 朋友想象不到这些课程的如此的多元化 那简单的跟大家聊一聊 可能会有像是一些 像是诊所相关的 像是医疗美容啊 像是这个甚至是做一些 像是物流管理呀 一些配餐员呀 甚至现在还有非常火爆的DA 数据分析师专业等等等等 太多专业了 我这边这个说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您想要换工作 对于某些方面很感兴趣的话呢 真的应该好好地利用这个 安省的助学的福利的计划的 那也欢迎你来私信我们 我们来从看一下您的情况 然后给到您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了 那很多的时候 大家不了解这些资讯 就像Sofia跟大家分享的这些 你不了解这些税务的消息 你不了解这些福利的消息 你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吃大亏了 我们总是跟大家说 我们多字数呢 是希望帮大家省钱 希望帮大家省税 还希望帮大家赚钱 那很多的时候 其实这些要提前的最做好的规划呢 都会能够从一开始就想得远一些 就能想到后面来怎么做 那很多的时候呢 你省下的钱还可以再去做一个更好的投资 让钱生钱 也可以把这些省下的钱投资在自己的身上 让自己的价值越来越高 尤其在这个疫情下 有非常多好的机会 非常多好的福利 非常多好的课程 如果感兴趣的话 真的应该提前的了解 那也欢迎您联系我们 那这样子呢 不管您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相信通过我们的评估 一定可以给到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了 那我这边呢 跟大家聊了 关于移民的消息 关于税务的消息 也跟大家聊了聊 关于福利的消息 那直播呢 还有一段的时间 那我也想跟 借着这个机会呢 也跟所有想要创业 所有考虑创业 或者正在创业的朋友 分享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其实了解我们多资处 或者近期 有来过我们多资处 办公大楼的朋友知道了 我们现在的办公楼底下呢 正在如火如荼的 这个装修过程中了 基本上一天一个样子 那我们的这个 崭新的办公大楼呢 也将即将呢 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呢 就会竣工 来开始面对给 这个面向于所有的 这个朋友 咱们的华人朋友了 那之前呢 我也在过去的直播过程中 有跟大家聊过一个 非常好的 我们新推出的一个 企划的项目 那就是多创丽方了 其实好多的朋友啊 包括Sofia这边 我知道你算是一个新移民 对吧 对对 她之前Sofia私下跟我说 她好多的朋友 其实都想要创业 但是有好多的苦恼 对不对 是的 对你这边有没有知道 就是对 对于第一次想要创业的朋友 大家最担心的点 是什么地方呢 作为新移民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想创业 但是呢 一想到创业啊 所面临的困难 大家就退缺了 第一个呢 是因为没有经验 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去注册呀 要怎么去报税呀 而且加拿大的税务呢 确实是比较复杂 面对那一堆税务法规啊 根本无从下手 第二个呢 就是运营成本太高了 那么要租房啊 要雇人啊 要各种运营费用啊 那么可能刚开始运作 还没有挣到钱 那么最初开始投入的那 十万八万加币啊 就已经打水漂了 第三个呢 就是说没有团队的支撑 一般呢 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这个时候呢 没有人触目划策 那么心累呢 心更累 最后啊 创业没有成功 却整得伤痕累累 感觉好难呢 也不知道 多自处在这个方面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或者指导呢 对 就Sofia说的这些问题 包括这个可能是普遍 第一次创业 想要创业的朋友 最担心的问题 那就是担心没资金 担心没经验 更担心风险大 其实我们多自处呢 非常了解 非常的理解 大家这些担心 所以在我们成立 19年快20年的 这个之际呢 我们开始做起了 自己的多创立方 是安省首个 集共享办公 与创业孵化为一体的 一战式的这个 针对于华人群体的 创业的平台 那我们多创立方呢 其实能够解决 刚才Sofia担心的 所有的问题 包括针对于初创者 他可能会担心 我不了解 我不了解这个 怎么开始注册 我的公司 我不知道怎么 法律方面的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招人 我不知道怎么 这个进行融资 怎么进行贷款 我没有一些好的项目 等等等等 对于这些呢 创业的 这个第一次创业的朋友 您的这些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的多创立方 都能够帮您解答 我们多创立方的概念呢 是根据您个人的情况 根据你的创业的想法 帮你真正的 量身定制的 根据你的需要 提供帮助 那初创初期呢 钱 这个资金 是大家不得不讨论的点 那很多的朋友 一直想要创业 没有创业的 主要的原因 就是担心 前期自己投入的太大 更担心自己 创业失败 血本无归 其实很多的时候呢 朋友不清楚 加拿大这边 针对创业者 是有非常多好的一些扶持的 像是之前 我跟大家聊过的 这个CFBFP 就是一个加拿大的 针对政府担保的 针对这个公民 或者是新移民的 小生意贷款项目 像这个项目呢 其实我们多创处呢 已经做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也帮助到 非常多的 想要创业的朋友 通过政府扶持 政府担保的 小生意贷款 顺利的拿到了 第一笔的启动资金 而且呢 这笔钱 因为有政府担保 其实你个人的风险 已经降到了最低了 就算真的是 有什么情况发生 你个人还款的金额呢 也是非常的少 是一个非常低成本 低风险的创业的机会 那所有考虑到 使用我们多创利方 使用我们平台的朋友呢 这些服务 我们都是会 一起来根据您的情况 帮您量身定制的 您担心钱 没关系 我们帮您去搞定贷款 帮您去搞定融资 您担心没有好的创业想法 没关系 我们有专业的团队 有领域类的大佬 来带着你一点一点 帮你把你的创业想法来落实 那如果您担心 不知道怎么招员工 不知道怎么做培训 对于法律 对于税务不了解 那更不需要担心了 我们都匹配专业的团队 专业的老师 根据您的需要 可以按会员制 按季度制 按年 来给您提供服务 咱们真正的把钱 来用在刀刃上 那很多的时候 尤其是疫情下呢 大家不敢创业 或者说是担心创业失败的 一个方法 就是担心我的支出 肯定是高于我的这个收入的 尤其是租金 包括这些 就像租金呀 员工啊 这样的固定的收入 那其实我们多创立方呢 也非常的考虑到了 大家这样子的担心 其实我们也推出了 特别好的一个办公的 一个针对性的办公的服务 办公设施的服务 像是虚拟办公服务 虚拟办公服务呢 在这两年非常的火 那在疫情下 我们也帮助很多的初创者 提供了虚拟办公的服务 那您在前期创业的初期呢 你可能并不需要一个 非常固定的办公场所 也不想花过多的资金 来就是租一个场地 那么你可以考虑 这个来和我们联系 来看一看虚拟办公 是不是适合你的 那我们这边呢 像是一些海外的公司 对吧 一些居家的人士 一些自雇的人士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 包括注册地址 转接电话 收取邮件 临时的定用婚姻室 等等等等 让你的前期的 这个成本呢降低 那如果有的朋友 需要一个实地的办公场地呢 我们也会根据你的需要 可以给您提供 这个共享办公 那什么叫共享办公呢 就是说您不需要说 我签合同 我一下子要租个三年 租个一年 不需要的 我们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您可以按 根据会员制 我们按次数 对吧 我们按天 我们按时间的 来利用我们这个非常一流的 全智能的办公的场所 那这样子一定可以减少 非常多您前期一些 不必要的固定的支出 真正的把钱用在 你需要的地方 那这些方面呢 其实在我们做多创立方的时候呢 都提前的替大家想到了 所以所有小创业的朋友呢 非常的欢迎 你可以来我们多多资处这边 那在我们的这个装修呢 即将完成的时候呢 我们也非常的欢迎 邀请大家可以来我们的新的办公场地 来看一看 我们都是配备最新的这个设备 包括是华为的智能的办公 这个设备 然后包括是现在最快速的网络 全新的装修等等等等 相信您来到我们的共享办公 一定能给你一个 现在市面上最舒适 最最一流的一个办公的体验了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说的这些软性服务也好 硬性服务也好 那是一个方面 那另外一个方面 找到我们的多创立方 用我们的共享办公 更主要的一个点是 我们是一个创业的社区 英文来说呢 就是一个community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我们会集合 所有想要创业 初创的企业 一些刚刚开始发展的小型企业 在我们这个平台的发展 我们为很多的初创者 提供更多的社群的资源 让大家可以做到资源共享 互相帮助学习 那尤其是在创业的初期 人脉 networking 你这个有没有专业来 有没有这个相关领域的 这个人能够带一带你 这些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希望 把我们的平台做成一个 针对创业者的大社区 针对创业者的一个温暖的家园 让所有想要创业的朋友 可以进来 大家可以相信这个消息共享 大家可以资源共享 那我们多之处作为这个平台 也会把我们20年的经验 来共享给大家 把一些好的资讯 一些好的方法 包括我们有一流的宣传团队 这个市场团队能够帮助 尤其是创业初期的朋友 给您提供各方面的自媒体的这个运营 这个帮你去吸引到更多的客源 这些方面面等等等等 我们都会根据您的需要 来给您提供帮助的 那所以呢 我们也是希望 现在在疫情下 有的朋友想要创业的呢 不要让您的这些担心 刚才Sofia给提到的 这些大家最常有的这些担心 来这个阻止你创业的脚步 很可能您跟我们沟通沟通 来看一下我们给您提供的帮助 可能创业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那关键呢 也希望我们的帮助下呢 能够让您减少经济的压抑 能够让您减少这个风险 咱们真正的低成本高回报的 来开始这个创业 那大家呢 如果对于创业 对于贷款 或者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服务 我们的软性服务 有任何的问题 想要更多的了解我们的一个 一个服务 我们的一个的情况呢 那也欢迎大家可以私信我们 我们针对您的情况也可以给到一些建议 那如果呢 之前有尝试贷款 但遇到一些困难的朋友呢 也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都是合作五大银行的 那相信通过我们的这边 根据您的情况来进行一些资料的准备呢 都会可以顺利的帮您拿到比较高额的一个贷款 那想要创业的朋友 不要因为疫情 不要因为现在自己的担心 来阻止自己的脚步 那我们也欢迎所有初创企业 小型企业呢在我们的办公大楼装修好的时候呢 欢迎您过来来进行一个参观 对 那今天呢不知不觉也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了 一下子一看时间也马上到了十点半了 那非常的感谢 大家呢今天花了一个小时来看我们的直播 那像一开始说的 今天是大年初四 也是历春的第一天 那我们多资处全体员工 在这里给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拜一个晚年 那我们也祝您和您的家人在今年在虎年 这个年份里能够虎虎声威 能够万事顺利 那对于我们刚才讲的呢 任何的内容您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都欢迎您可以随时的来联系我们 那在直播的最后呢 我也想推一下我们的这个小红书 多伦多放大镜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 现在是做的非常的有意思 我其实自己没事 我也会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看一看 每天呢都会发布一些特别有意思 在多伦多的一些吃喝玩乐的方方面面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美女导播 也会给您分享一些好玩的地方 好吃的餐馆 一些有意思的冬季的活动 运动等等等等 那如果生活在多伦多的小伙伴们呢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红书 多伦多放大镜平台 那每天我们都会有 我们这边都会有实地考察 一些特别好特别有意思 特别好玩的地方呢分享给您 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 有一些非常好的直播 现场给您发一些现金的体验券 免费去喝奶茶 免费去滑雪 免费去吃饭 这样子的好机会呢 您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再次呢非常感谢 Sofia今天可以在帮忙之中 抽出时间来给大家聊一聊 这个税务的问题 那报税2月21号 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以呢所有在看直播的朋友呢 如果还没有报税欢迎您及时的联系我们 那任何的第一消息呢 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各个自媒体 第一时间来公报给大家 那如果呢您这边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呢 那待会儿您就跟我们这边赶紧联系 我会私下呢安排我们的资深的顾问 和您进行一对一的一个评估 那再次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周五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得多自处让我们与您一起分担 近20年来我们已经成为 安省规模最大的一站式咨询集团 以为三万多名留学生和新移民客户达成梦想 客户的信任与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多自处集团愿为身在海外的每一位华人 提供最及时准确的资讯 用我们的专业为您做出最佳选择 一 人力资源服务 出入加拿大没有人脉资源找工作 长长吞壁 多自处精英导师顾问与北美资深猎头 强强联手与六千多家优质雇主合作 优先获得内部机会让您主动出击 成为最后赢家 我们的服务包括快速工作安排 高端猎头工作 行业精英导师真实实习项目 人工AI智能加持 二 福利补助服务 众所周知 加拿大是福利大国 工作稳定后 免不了要享受加拿大全面的政府福利 我们为您提供福利申请服务 我们的服务包括 普通福利 教育类福利 创业福利 技能培训 政府紧急福利补助 三 签证移民服务 移民加拿大是每个学子的梦想 手持枫叶卡才能在未来获得更多机会 我们为留学生及新移民提供从签证申请到工作移民的全面规划 帮助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找到移民工作 并配合跟进之志获取加拿大移民身份 我们的服务包括联邦移民项目 安省审批民项目 留学服务及学签申请 快速通道加分项咨询及办理 各类签证咨询及办理 结婚担保 父母担保 及其他移民 四 房产事业服务 洛蒂安家是您及家庭移民后要做的第一件事 安居后更能安心的发展事业 我们为您提供加拿大地产买卖与投资服务 地产投资团队全程评估法官 为您及家庭合理入化 我们的服务包括 民宅地产 七房楼花 现房买卖 商业地产 写字楼 创业孵化中心等 农业地产 农产买卖 五 金融理财主 在加拿大享受高质量生活的同时 免不了需要家庭投资及理财规划 多资促其下 世事如意金融公司 拥有加拿大24家金融公司代理权 专业的团队为您建立正确的理财观念 制定最合适的投资计划 祝您在一国成功开创财富人生 我们的服务包括 投资理财 保险配置 贷款服务 税务规划 金融优财 六 创业规划服务 如果您有意在加拿大开展生意 无论租用商铺 购买商业物业 计划生意项目 或是申请生意贷款 我们提供全程协助 祝您借此机会彻底改变人生 我们的服务包括 创业咨询体规划 财务分析 后期生意运作推广 多资处自制创业 孤化中心场地 我们深知求学移民路上的坎坷 专业的经验 也让多资处成为最有能力帮助您的机构 争心争意 全面专业 选择让我们分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